在今年8月举办的成都车展上 荣威D7家族正式亮相了 而这两款车的出现呢 也代表着荣威品牌再次向新东西市场发起冲击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这两款车 首先先从我身旁的这台荣威D7 DMH车型说起 荣威D7 DMH呢 它是一款插件式混合动力车型 从整个前来你就能够发现 它相比那款EV车型更加前卫的造型来说呢 这辆车能够适应更多的绝大部分的人群 首先大灯组呢是这种一体式的造型设计 另外呢下方的包围也使用了这种大面积的黑色套件 来凸显这辆车一个年轻以及动感的感觉 另外呢它下方那个前唇也是一种黑色的 就让这辆DMH车型看上去呢 是要更加运动一些的 车身侧面呢荣威D7 DMH这款车还是比较舒展 而且饱满的 并且呢它用了这种很简约的设计 那么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呢 更是达到了4890毫米 乘1890毫米乘1510毫米 轴距呢更是达到了2800毫米 所以说无论是这种姿态 还是车内的乘坐空间呢 都是有保障的 另外EV车型呢除了车身宽度啊 比这个混动版本车型稍微窄一点之外呢 其他的尺寸方面的数据是没有变化的 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的这款车型还配备了一个双色的这种轮圈 而且呢尺寸也是达到了18英寸 就让这辆车啊 从整个侧面看上去还是非常漂亮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尾部啊 我们今天的这辆荣威D7的DMH这款车呢 它尾部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没有什么太多设计元素存在的 这一点呢就跟整辆车的一种设计源形成了呼应 那么至于两侧尾灯的造型呢 无论是内部这种灯带的设计 还是说是灯组的样式啊 也是和前大灯组呢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呼应 另外由于今天的这辆车是一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啊 所以说在我这侧后方呢是加油口 而另外一侧则是充电口 荣威D7这套内饰啊 你坐进来之后就会发现它的环抱感真的是比较强 虽然说我们今天这是一辆黑色的内饰 但是它也给你提供了其他颜色来给你选择 另外呢内饰的材质啊 也不光光是皮 还有这种繁毛皮的材质 所以哪怕是黑色呢也能够凸显出来它的不同质感 另外整个内饰呢也遵循了新轮车的这种设计风格 没有太多的按键 但是呢它也将你常用的空调控制按键进行了保留 不用你啊去频繁的触控屏幕造成这种安全隐患 这点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毕竟有一定的实体按键还是能够突出相当多的质感 那么当然了前方的两块液晶屏幕也都是12.3英寸 而且呢以表盘的显示内容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进行选择 你可以切换成不同模式 这点还真的是很方便的 另外中控的车机系统呢也使用了最新的斑马制行系统啊 它不仅语音反应的速度更快 能够提供的应用程序更多 而且在导航的这个功能上还真的是很贴心的 就和日常咱们使用手机来进行导航的是一样的 能够拥有红绿灯倒计时这些功能 那么哪怕你将导航放在后台了 它也能够将这些内容实时的放到这块屏幕最顶端的这个位置 来给你进行一定的提示 那这点还真的是蛮人性化的 最后还要说一下座椅啊 这次荣威第七呢采用了零重力的匀速座椅 能够看得出来座椅的尺寸真的是很庞大 而且呢它人体工程学方面做的也还不错 就我坐上去啊默认的这个位置来说吧 真的是很贴合我的靠背 而且哪怕是在你不调这种腰部支撑的情况之下呢 也真的是跟你的腰部很贴合 这点呢就给你长时间的驾车过程中呢 能够为身体提供一个更加舒服的姿势 而且对那些腰部好的人来说呢 肯定也会更愿意去开这辆车 而且座椅跟整个类似一样 也使用了一种两种材质的拼接 再加上护翼对于你身体的包裹呢 程度上面舒适性还真的不错 不光是前排后排同样也是这样 靠背呢足够的宽大 而且泡面层足够的柔软 再加上座椅长度已经达到了380毫米 能够给整个腿部提供一个很不错的支撑感 所以说啊这辆车的整个座椅呢 真的是为你和全家人而设计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D7EV啊 那它相比D7DMH来说呢 这辆车的前脸在我看起来呢 就是要更加的具有现代气息 以及纯电车型的这种设计风格 首先呢两侧大灯组啊 是这种分体式的造型 而且日间行驶灯也是这种很狭长犀利的 就凸显出来了呢 D7EV这辆车是为年轻人而生的感觉 另外两辆车的这种下方的前包围造型 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除此之外 D7EV呢在车身侧面的门把手部分呢 使用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也更好的呢 为纯电动车型啊 降低了风阻 而D7DMH那辆车呢 使用了一个常规的门把手的造型 那除此之外呢 D7EV啊和D7DMH这两款车 在外观造型上面呢 真的是没有其他太多的区别 D7EV这辆车呢 它的这套动力系统啊 是由一台1.5层的发动机 加P3两台电机 以及直驱的一个变速器来组成的 那么总体来看架构呢 还是比较先进的 当你开上这辆车的时候 它也能够给你提供三种驾驶模式啊 分别为经济 舒适 还有运动 那么这辆车在开起来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平顺 那么哪怕是你在这种运动模式之下 你将加速踏板一脚踩到底 它给你带来这种加速感受呢 还是很舒服的 那么这种推背感呢 会在一开始啊 给到你一点 那么在后期的时候呢 更多呢 还是这种比较线性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的好处呢 就是更加适合这辆车 日常啊 给我们代步啊 去进行使用 除了日常开这辆车 你感觉很好开之外呢 其实 它整个这种底盘悬架啊 对于路面的这种震动的过滤 还是比较出色的 你能够感受到一定的路面信息啊 但是你要是说传递到 放盘或者说你人身体上的呢 那基本是没有 所以这套座椅啊 它的存在的意义 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能够给车内的乘客提供 很不错的促势性 那么对于这种路面的感知呢 你完全是需要靠 你的这种清觉啊 或者说是你脚底的加速啊 还有刹刹踏板来感受到 另外整个悬架呢 对于路面波段的这种过滤啊 也能够说是拉得住车身 没有太多啊 多余的这种上下的摆动 那至于方向盘 还有转向的手感呢 就是电子味稍微的浓厚了一些 不过精准度方面呢 还是比较在线的 那最后啊 来说一下隔音降噪 其实这套混动系统呢 你是感受不太到啊 它这种发动机的 这种呼噜噜噜的声音的 那么此外呢 它是更安静 比较偏向于这种电动车的感受 你更多听到的声音呢 都是说外边这种 比如说其他的车辆啊 经过啊 或者说这种按喇叭的声音 那整体来说 车内的这种安静程度呢 还算得上表现出色吧 那其实你要是说 这辆D7的DMH啊 最适合什么场景呢 肯定就是你日常去开 或者说这种长途的出行 毕竟啊 插电是混合动力的车型啊 它的优势啊 就在于续航里程之上 至于D7EV啊 它因为是一个纯电动车型啊 而且还是后驱的 那么在日常 你城市道路中代步的时候呢 就很好开 哪怕你像我们今天啊 去偶尔开一些这种高速啊 或者去一些近郊去游弯的话呢 它的这个电量也是够用的 毕竟这辆车啊 纯电续航能够到510和610公里 两种选择 而且哪怕你开高速的时候呢 这个动力也是完全够用的 因为它的电机最大功率呢 能够到155千瓦 峰值扭矩也能够到310牛米 而且它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并不慢啊 能够做到6.5秒 那么至于你像其他方面 无论它的转向手感 还是说它的底牌悬架 这种整体表现呢 也都能够符合这个级别车型 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说它还是真正 更省钱一般的存在啊 不过如果你日常 更多的是去一些 远一些的道路的话呢 我还是会推荐你去选择 D7DMH那辆车 毕竟啊那辆车的续航里程呢 能够超过1400公里 荣威D7D这两款车型呢 不得不说啊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其中啊 D7EV这款车 如果你日常在城市当中 进行代步的话 毫无疑问 肯定是更加合适的 那DMH这款车型呢 在燃油精进性 以及说是这种 更远距离的续航上呢 也能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表现 那么话说回来 这两款车型 如果给到你 你们会选择哪一款呢 这两款车型的车型呢 倒行 这的车型那是 的最后